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說起New Wave 我想介紹的就是這對Yeah Yeah Yeah 我覺得他們是melodic 又很有趣 因為它是一個3-piece的樂隊 然後它的鼓佬打的鼓是Tribal Beats 有些Jazz底但是打Tribal Beats 然後那個結他佬是全台最忙的 很忙的 又要負責結他 然後它有個Pedal是可以做Bass的聲音 所以整隊樂隊其實最多事情搞下去 然後那個女生Karen O 我直接是神魂顛倒的 聽到她的聲音就是 為何女生可以這樣唱歌 有個沙聲的女生 然後又看她 十幾年前開始可以看YouTube 讓我看到她的Live Show 女生可以這樣表演嗎 那這樣可以了 我也可以了 她夠爽 她做些東西很spontaneous 你猜不到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自己做了一些很變態的動作出來 她自己都 嘩 剛才在那裡跳了過來 她是這樣的人 亂玩的 我去過看她現場在北京草莫音樂節 故意去看她 因為Yeah Yeah Yeah 在北京是很紅的 所有女生都是Karen O 所以我以為我是唯一一個Wannabe 全部都是Karen O Mania 開過歌迷會 然後很多工作人員 又借Digi 又走上台去看 她唱著唱著 就躺在地上 然後最好笑的是 我們的歌迷沒有辦法看到她 因為她被那三十多人 一窩蜂圍著 各個拿著相機 嘩 怎麼搞的 拍她 好像Paparazzi 神經病 她又很享受 然後不知如何 在哪裏錄出來 很棒 我覺得她真的很精靈 這個女生 很喜歡她 很精靈 Karen O 和Yeah Yeah Yeah 差不多是女神 女神 對於國內也有很多影響 我也知道你也看很多國內演唱 你覺得AAS 對於國內樂隊的影響 對於你自己 或者有沒有香港其他樂隊 都在她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我想 我名稱到三個樂隊 其實肯定是 AAS 影響了我們的創作 一個是我們自己的 Jocene The Only Boys 我們自己拍 一個 北京有一隊叫 後海大沙爾 後海大沙爾 就會比較 我想是被她們後期的電子 影響多些 再加上少少Scar Punk 然後台灣 就有樊尾鐵 500% 我們全部都認 因為我一知道大家是Yeah Yeah Yeah Fan 我立刻抓樊尾鐵 一起錄碟 是 是 是 最初你記得 你當時在台上 或者你在錄音室裏 去做你歌曲 或者表演的時候 有些什麼在她身上 特別是Caren O 身上拿出來 上市放在自己裏 我聽到她的一件事 就是她的錄音 給人的感覺 我分析了很久 為什麼我聽她的唱片 這麼High 為什麼這麼High 人家第二隊Band 她是The Sound 她也是這麼唱 但是為什麼我總是覺得她 很High 原來我就是分析到她 她錄音的時候 都好像唱Live 她很多很freestyle的 adlib 我不知道她是 量度出來的 adlib 還是突然間 發神經的adlib 因為香港有很多監製 在adlib 自己亂叫 哈 有些監製會說 停 你呢 撞了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吉他 歌曲 但是 耶耶耶 我相信她的監製 是容許她做這些事情 她做出來 我聽說 我是覺得有現場感 即是她很In the moment 我覺得她的收放 她擺明可能一出場 已經是flat了 走著音 但是她不怕不停 她還自己笑自己 哈哈哈哈 然後又重新又唱 我覺得這種精神和勇氣 是無敵的 這個耶耶耶令我想起什麼 我有兩個選擇 所以我都要二選一 剛剛有提過 她應該受到Blondy 我喜歡這對Punk Band 我喜歡 非常崇拜 是的 她還有那種黑色味幻 所以我原本想起 帶這首比較罕有的 就是她做過蝙蝠俠的其中一首主題曲 我都很喜歡這首 是她們差不多最POP的一首 其他包括Hong Kong Garden 就是任歌 但是我還是不選這個 因為我又想起 Yay Yes出道的時候 都受到這位 你都很喜歡的 酷男人影響 Jack White White Stripes 她們的第一場Live 就是支持White Stripes 在紐約 所以那個淵源 如果沒有 她們應該都有看她們 就是 幫我們做亂場嘉賓 所以我就說 不如選一下Jack White 你都應該喜歡的 我喜歡 White Stripes 我覺得她是天才 這個也是 奇才 鬼才 鬼才 很繞一些是偏風的 是的 她有多一些南部的影響 有多一些故事的 但又 駕駛一定有的 她們知道嗎 我也期待 我還沒看過她Live 又沒看過White Stripes 也沒有 但如果她Solo 還有還有什麼 Dead Weather Dead Weather 你又喜歡那些 我喜歡Dead Weather 我喜歡Dead Weather 我喜歡Dead Weather 這類系列都是 給你們什麼味道呢 AAAA就是你的藍本 但如果Jack White 又去到另一個品牌 這個真的很音樂 這個真的 想得到一些 音樂上的inspiration 就真的會 要去看Jack White 就是聽了 不看了 不看了 OK 好 你知道這一點嗎 我知道你有的 但是你是CD版 我是CD版 我是黑膠版 這個黑膠 Lazaretto 14年推出的時候 都被很多人稱讚 你們都罵 罵她的意思是 這個人真的搞得很重要 她出黑膠 都要反轉世界 即是跟大家想起 所謂影響思維 通常黑膠 不是由這個Track 1 播放進去 但他的Track 1 討厭他由這個中間 播放轉台 即是說 要大家 做事不一定要跟一個方向 反轉走也一樣 那你說這位Jack White 是不是 真是鬼才 真是鬼才 一碟就是唱歌 已經搞得很久 是啊 已經飛了上天 很瘋 喜歡 喜歡 呼應一下 很瘋 我們知道你快要做黑膠 是的 也有呼應你的樂隊 又想選擇一些不同的作品 我們今天知道你的不同的樂隊 我們先看看 Track List 厲害 另一個結合是Dawn Dawn Nervanda 是啊 Hard Shave Box 嘩 Grunge的迷 真是開心 我也有一個 支援 即是小博 雖然當時也會來 明天 我們慢慢打開這盒 來介紹 我們另一集 好嗎 明天再來 再見 字幕君 MING PAO